那么这个案例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钢体的动力学属性 我们说钢体它就是碰撞过程中啊 不进行形变的物体啊 撞到了我也不行变 这就是钢体 那么柔体当然顾名思义 就是撞到了之后 它会发生形变 那么这个钢体呢 我们说它这个卷转栏呢 默认情况下呢 是可以出现的 比如说在real flow中 我们新建一个工程文件 创建一个球体 我们将它拉起来 再创建一个地面 我们创建一个plan平面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将当前的这个球体拉高一点 OK 拉高了之后 我们将其他的卷转栏先关闭 在simulation里面 下面找到dynamics 我们选择钢体 钢体之后 这是一个球体的外形 所以primitive 它是一个球体的碰撞外形 它也是动的 质量为252 当前的这个地面呢 它也是钢体 但是呢 它是不动的 我们把dynamics motion关掉 而且地面是一个box的外形 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默认的效果 注意 为什么没有效果 因为场景中没有重力 我们创建一个重力 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 这就是钢体的动力学碰撞 其实realflow呢 是我用过的很多软件里面 钢体动力学非常准 而且速度非常快的 尤其是到了realflow5里面 它新增了一个新的钢体动力学碰撞引擎 速度快 处理大量钢体 游刃有余 非常的棒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 rigid body 钢体里面的一些 卷转栏的重要参数 我们说正常设置为钢体之后 它分为几种运动 第一种是物体对粒子的运动 第二种是粒子对物体的运动 第三种是物体对物体的运动 当然粒子对粒子运动 我们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因为它两个发射器之间 粒子就是会互相运动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物体对粒子的运动 我们说在设置了物体与粒子的关联之后 就在全局面板里 物体跟粒子如果关联 那么物体对粒子的作用已经产生了 不需要在这个力学属性里面 dynamics里面再进行设置 而且这个物体呢 始终是以自己的实际形态 对粒子产生影响 它是什么型 粒子碰到它之后就产生相应的反应 那么粒子对物体作用怎么来理解呢 在设置了粒子与物体的全局关联之后 不仅需要激活这个钢体的属性 而且需要激活dynamics motion 动力学的运动 这样的话 物体才能够被粒子推动 我们刚才已经在前面的教学中 看到了粒子推动物体的效果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标准的钢体动力学碰撞 也就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它不需要设置什么关联 在这里面不需要关联 只需要呢 在它的这个 node里面设成钢体 然后在它底部的这个rigid body中 设置合适的碰撞外形 以及物体是动还是不动 那么如果这个位置我们设成不动 那它就相当于一个 这个被动的钢体 如果呢 把它打成yes 它就设置于一个主动的钢体 这个无所谓 这个无所谓 OK 但是记住地面肯定是 不动的 小球就是运动的 OK 它是不动的 我们来看一下primitive 这一项的意思就是碰撞外形 我们说碰撞外形呢 它是对物体与物体之间起作用的 你比如说我们将球设置为sphere碰撞外形 模拟一下 它就是用球体的外形与物体进行碰撞 如果你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速度 把velocity的z方向给一个速度 我们给到3 然后我们来模拟一下 大家看它就带着这个速度 向前运动了 这是一个球体的碰撞外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球体在下落的时候 跟地面产生了滚动碰撞 以这个球体的外形碰撞 那么如果我们要将当前的这个 碰撞外形 改成是box 那就好玩了 我们来看一下 走 大家看 碰撞 连对都不会对 它直接出错了 因为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box的外形 用成box外形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 那么大家再看一遍 非常的好玩 ok 那如果我们将它设置成 这个平面外形 我们说它设置成球形比较合适 但这个比较合适的设置成平面的外形 我们再来试一下 那这也是可以正常运动的 没问题 如果我们把球体设置成 突面体外壳 这个怎么来理解 我们先将球体删除 我们创建一个火箭 这个火箭呢 我们创建好之后将它拉起来 给它一个dynamics mode rigid body 大家看看 突面体外壳就是这样 它会把这个物体啊 呃 所有外面的顶点连接起来 形成这么一个外壳 我们来模拟一下 这就是突面体外壳 我们可以将当前的这个物体 给一个Z轴向的速度 我们给个2 再来模拟 大家看突面体外壳 这就是它的外壳效果 碰撞 但是它不能用底下进行碰撞 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底下凹陷的地方不能碰撞 它就是个外壳 如果我们这个物体非常的不规则 需要底部的这个位置也碰撞 那我们只有把它设成是mash网壳了 这种是将物体的所有外形 进行真正的洞穴碰撞 大家看这种是非常的准 那 不会产生错误 没有刚才那种胡乱的弹跳 大家看现在的效果 那 非常的真实 掉到地上也是正常的作用 这种是最准的 但是呢 物体要是模型面不大还可以 模型量太大的话 包括物体太多的话 肯定速度非常的慢 这些呢 碰撞外形的类似于reactor max的reactor的碰撞外形 在哪里呢 就相当于在这里 大家看我建立一个茶壶 那么右键工具栏 找到reactor 把它拉上来 那么在这里也有碰撞外形选择 钢体里面 大家看边界核边界球 突面体外壳 代理突面体 凹面体外壳 等等 这个mash就相当于它 那么这个convex 突面体外壳就相当于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下 单次都一样 ok 好 我们将它删除 再创建一个球体 把它拉起来 给它一个钢体的设置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参数 就是mash质量 这个质量呢 我们说不管质量设成多大 它掉落的速度是一样的 这是这个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这个原理 一个质量大一些的 一个质量小一些的 共同落地的原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看一看这个mash到底有什么用 我们说质量设置不管多大 都可以产生正常的速度掉落 那么这个质量到底还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们用粒子来冲物体的话 物体的质量越大 那么这个粒子越难冲动物体 这是流体越难冲动的 而且呢 相反它浮起来很困难 因为呢 你想把物体浮起来 它的浮力必须大于重力 但是这个物体很重 所以呢 重力就会比浮力大 这样的话球体不会被浮起来 那么说这个质量什么时候有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钢体里面 我们再创建一个球体 这个球体呢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让它能掉下来碰到它 给它一个速度 大家看到 这个Z轴 我们给它个3的速度 我们看一下它掉下来 会不会碰撞这个球体 模拟 这样是肯定不会碰撞的 为什么 第一位置不对 第二 这个球体本身没有打开动力学项目 我们为什么让它先掉下来呢 原因就是我们要参考它的位置 把这个球体挪到它能够碰撞的地方来 OK 它能碰撞的地方 大约在这个位置 好了 我们现在reset一下 选择这个新界的球体 将它的钢体动力学打开 将它的质量设的大一点 我们给它5000 我们看它能不能撞得动这个 我们将它的质量设小一点 大约给它50 好 现在我们来碰撞一下 模拟 大家看位置不对 我们要把它拎起来 reset 因为它跟地面交叉了 我们把它拉起来 切换到其他视图 来看一下 再高一点 OK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模拟 大家看 由于这物体比较轻 撞到重的物体 它自然会被坦开 这就是质量在动力学里面的作用 但是我们可以将这个物体的质量调小一点 比如说我们把它给到5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模拟 这样的话 它就会撞开这个物体 大家看 因为它的质量比较大 所以它会把这个撞开 我们reset一下 这就是质量在动力学里面的这个作用 好 这里有一个知识点 我们需要补充一下 就是哪个呢 就是这个primitive碰撞外形 我们现在打开realflow的这个帮助文件 然后在这里我们输入primitive OK 我们看到objects里面有 找到objects primitive 我们看到张图 这就是球体的外形 这是box外形 这是一个mash网格与网格完全一样 这个是convex hole边界外壳 它们的突出点连线形成效果 这个大家看起来就一目了然了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这个两个物体 如果一个物体出于另一个物体的内部 比如说我们创建了一个花盆 这个花盆里面有个球 这个时候 这个花盆就应该设成mash网格了 因为通面体外壳 它不能够让物体进到它内部进行动力学碰撞 所以呢 我们必须把它设成mash网格方式才可以 这是一个简单的小补充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 刚才呢 我们也得说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选择球体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clation side 我们没有说 所以这项默认是向外表面 但是呢 不能设置 为什么不能设置呢 因为我们现在需要将它改成mash格式的时候 才可以设置 我们看这样才可以设置 是内表面呢 还是外表面呢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实际是 我们说 如果像我们刚才说那种花盆 物体在它内部 那就需要设置成这个内表面 当然呢 如果这个花盆有厚度的话 这个内外表面也无所谓 反正这个mash网格碰撞是最准的 这个需要大家注意 Dynamics motion默认是no 我们给到yes之后呢 物体原有的运动就全消失了 这个node的面板下面 这个ready body面板下面 Dynamics motion 这些值全可以用了 那默认情况下 如果给成no 它是不能用 可以模拟地面不动的物体 如果动的话就把它打开 好 质量我们也看完了 这里提醒大家一句 这个质量 单位默认是千颗 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为不同的物体 设置不同的相对质量 质量小的会被大的撞走 刚才大家看到了 这个5的被这个50的给撞走了 或者说质量小的容易被粒子冲走 我们在模拟的时候 刚才在前面视频教学中也有 把物体的质量设小一点 粒子很容易把它冲开 这是这样 所以这个质量呢 也可以直接影响物体在这个水面上的沉浮 比如把质量设的很大 刚才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它呢 受的重力 就大一些 那么它的浮力一定 这样的话呢 物体可能浮不起来 好 下面这个air friction 是空气阻力 这个值一般来说都是0.001 我们也不要改它 改了也不好用 其实呢 很多时候最好我们把空气阻力忽略到特别的小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可以改 但是这个值你要改了的话 它会在整个物体的空间运动中 让物体运动变缓 你比如说我们给个5 5就有点大了 0.1吧 大家看看 现在的效果 因为发现这个物体运动非常缓慢 看着很假 如果我们把这个值给到0.001 我们再来模拟一下 大家看 这回这个运动就变得真实的多了 所以这空气阻力的值 我们不要轻易的修改 只要我们在真实的大气里面 就都会有这样的空气阻力 好 还有下面这个值叫做energy threshold 叫做能量的预值 什么叫能量的预值呢 那么这个值也就是最起码的一个物体 被驱动的驱动力 小于这个值呢 力有可能不起作用 那么可以 但是呢 这个值的出现的原因呢 就是提高这个动力学模拟的稳定性 如果我们在有些时候模拟的时候 发现这个物体受力之后仍然静止不动 我们就需要减小这个驱动的这个预值 那这样的话呢 甚至将它设成0 物体才能动起来 一般很少见 但是如果有这种情况 大家注意 这个能量预值还是会对物体的运动有一定的影响 OK 这个叫做CG CG是什么呢 我们点中当前这个物体 我们发现在这个物体的中心位置 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方形 这个就是它的质心 也叫做重心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CG的值 来对这个重心进行修改 比如说 我们将重心值沿X轴 我看看Z轴方向 咱们大约给一个值 比如给个1 大家看 这个重心就跑到这里来了 那么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看起来是非常的方便 如果我们对这个物体进行各种设置 比如说 缩放的时候 包括旋转的时候 大家注意 你看把它调到这里 实际它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我们说这个值尽量就不要动它 只要好用就可以了 不用非得计较这个值 OK 我们把它回到默认 0就可以了 0就可以了 好 这个负什么0.0000001 还真不嫌多 就这样 OK 来再看一下速度 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 这个物体之所以能够落下来的时候往前滚 我们看到往前走 就是因为我们给它的一个 这个Z方向的速度 我们看到 如果给它一个Z方向的速度 我们从顶视度开始看 大家看Z轴在这里 它就会直接向Z轴方向有一个速度 如果我们将当前的这个X轴速度也给个3 那么它现在的运动就是在X和Z两个方向产生一个斜线的运动 大家看我的鼠标 现在应该是这样一个运动 我们来模拟一下 大家看 这样一个运动 两个速度综合了 好 我们将这个X轴速度给到0 Rotation W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沿着这个自身旋转的初始角速度 这个物体在受外力的之前 它的角速度就可以设置 比如说我们将它的Rotation W值给到90 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 物体在模拟的时候 这个看的还不是很清楚 我们给到0吧 把这个值给到90 X轴的 OK 我们reset一下 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 它就会有一个在落下来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零件 零件 大家看 它在落下来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旋转的效果 导致最后的效果有一个出错的感觉 你看 所以这个就是物体在运动之前的一个初始的角速度 自转的速度 我们可以在这里把这个值X轴给到90 90大了 给个5吧 reset 再看一下 大家看 它就有一个自身的转 如果我们给一个负5 再来看一下 它就会反方向转 给90有点大 大家看这个效果非常的怪异 要在没有进行碰撞的时候 就有一个自身的角速度的设置 好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摩擦力和弹力 我们看看摩擦力 我们先将当前的这个球直接给它删除 就看这个球 我们给它一个正5方向的一个自身的旋转 来看一下 就这效果 我们来看看它默认向下落 大家看了弹的高度 如果我们现在呢 将当前的这个物体的摩擦力 摩擦力和弹力修整一下的话 效果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们先来调一下球的弹力 我们将elasticity调到1 再来模拟一下 大家看这次球跳的高度 明显比刚才要高 如果还是看不清的话 我们选择地面 将地面的弹力也调高 给到1 这个时候大家再看 那非常的高 看起来跟 跟这个 没有重力一样 太假了 OK 这是弹力 如果我们现在跳的太高的话 我们可以将当前的地面和球体的弹力值 都给到0.1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进行模拟 可以看到 这个物体 弹得非常的低 OK 这就是 呃 弹力 大家可以看到54帧 物体还没有出当前的这个平面 我们来设置一下摩擦力 我们将这个物体的摩擦力 设置为0.2 再将地面的摩擦力也设置为0.2 我们现在再来模拟 大家注意看这一次 那 我发现这个物体的 在50多帧左右的时候已经到了边上了 摩擦力 给低 如果把摩擦力给高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把摩擦力给个1 再把这个摩擦力也给个1 我们这回来看一下它的摩擦力增大的效果 走 大家看这个物体的运动明显受阻了 那越来越慢 基本上就停掉了 如果我们把它的摩擦力给到0 把这个摩擦力也给到0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模拟一下 看效果 这个物体就跟在冰上一样 直直的滑出去 没有任何减速的效果 好了 关于这个物体的这个 rigid body 钢体卷转栏力这些参数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